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鰻鱼店有点精神 他家不仅缠练了两年的百名店 而且还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平均下来一百多年得了一次 哎不是这样算了 总之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 反正我们今天来这家店是有原因的 据说他们家集结了日本最贵的几种鰻鱼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来到的是日本的入股站 这个地方安静文艺 房子上溢 门口会写今天鰻鱼的产地 还有大疆的名字 领进门之后 就开始非常复杂的选鰻鱼的过程 选好宇宙我们还得等40分钟 但是 心急吃不了热门 开始吧 他家没有小菜 非常的实在 第一个芹菜就是鰻鱼天赋龙 你们听咬下去的这个声音 就知道他有多脆了 他是怎么把面粉涂得这么薄的呀 里面白嫩的鰻鱼肉嚼起来 甚至像山竹肉 撒一点薄烟就很好吃了 接下来这个是我觉得跟鰻鱼最搭的一个菜 鰻鱼厚蛋烧 里面的鰻鱼很肥很嫩 一口下去咬到鸡蛋平平无奇 但是当你把鰻鱼汁嚼出来之后 吃起来会有浓郁的鰻鱼的脂肪香和油香 就你们懂吗 鰻鱼的香味会渗透到鸡蛋的每一个缝隙 它这个正味显得鸡蛋特别甜 对了 这家店也是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APP 货币上面找到的 里面潮流美食游戏店 这是鰻鱼吸筋烧 吃起来感觉就是干扁鰻鱼 它扁得又香又甜 这个是用鰻鱼的肚子肉卷的香菇 鰻鱼香再加上菌内的特殊香气 鰻鱼里面的费列罗说的就是这个 白烧鰻鱼其实很多店都有 其实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鰻鱼烧 最后个前菜是黄瓜鰻鱼 两个字形容就是清爽 黄瓜保留着清脆的口感和清甜的味道 正好可以中和鰻鱼的油脂 黄瓜负责给鰻鱼解腻 鰻鱼负责给黄瓜香气 这也就是完美的CP 最后终于到我们的鰻鱼饭了 我们点的是两种鰻 一种叫幻之鰻鱼 一种是合酱鰻鱼 我们先吃这个幻之鰻 看到这个焦鹤感了吗 它的特点是骨头比较多 脂肪也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它不管怎么烤 都有非常明显的鰻鱼味 而且能够吃到鱼肉的鲜味感 和弹性十足的肉质 用伸到下面的酱汁拌着米饭吃 浓郁又不怎么粘溢 合酱鰻鱼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一条肥鱼 它不仅脂肪多 而且外焦里嫩 在嘴巴里面破皮之后 爆脂的那个感觉 脂肪就是治愈人的原因 筷子轻轻轻夹了 它就断开了 所以这种烤的东西 还是要吃油多的 最后来口汤解腻 汤里都是炭火的气息 来这种百年老店吃饭 有些时候就觉得 吃的不是美食 是传承的手艺 好啦 阿姬推荐指数 8分 看玩意儿